要看春飛望路 一定會加以李珞晴 所有人的心意 他是一個很體貼 然後也很顧全大局的一個女人 台東跟台腳的一樣 環保世宗 我沒有環保你很害怕 看李珞晴所有人的六分境 是怎麼會驚入阿布拉人生 他非常的愛阿布拉 他對阿布拉所做的行為 包括他的三角關係 他其實從不接受到最後願意成全 讓我覺得劉芸晴 從一個少女 然後一夕之間長大了 我已經扭到要回來去花蓮了 這樣不夠大部分 文芸姐 將來我爸爸來的孩子 也沒辦法對阿布拉來生 看來你爸爸來的孩子 才是真正優雅的怕孫 天如霖生 看李珞晴 怎麼演出最感動人的八爹情 最痛苦一場戲是 演我爸爸死掉的那場戲 拍完那場戲沒有多久 我自己的爸爸就 過世 拍攝的過程 導演告訴我說要抓著爸爸的手 然後感受爸爸從有體溫 到沒有體溫 然後到在你手中 就像睡著一樣 你起來 你起來 現實生活中我爸爸也長 所以我等於又再演了一遍 所以這場戲對我來講 非常的刻骨銘心 不管是在跟戲裡的爸爸也好 跟我人生中我自己的爸爸 都是一個最後的回憶 對 我覺得身為熱演人 能拍到這樣的戲 我覺得真的是福氣 也很幸運 洛晴在這裡真心推薦 你們一定要收看 阿布拉的三個女人 四月十七開始 每禮拜日晚上十點 請看 阿布拉的三個女人